三根之二都被涂黑遮蔽 这有什么意义 这不就是黑箱吗 这就是不愿意给大家看的 受国会监督 你到底在怕什么 而且 陈忠说法反反复复 欢喜欢斗 只手折天 最恶劣 最怕就是这么不公平 疫苗 要封存三十年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 最无法让人接受的 三十年 要等陈忠一百岁 才要解密 这什么道理 开放棚 高谬意识形态 跟政治考虑 高端赚了很多钱 股价 它的市值增加几百亿 政府能够这样子替 一个明天公司 这样子来护航 后面就很奇怪 不可告人的事情 硬要合约问题 三十年 那怎么 开始要绝对机密 要保密三十年 然后陈忠说 不是保密 是保存等等 然后陈忠说 陈忠忠说 陈忠忠是召集人啊 那个时候委员会 他也没反对啊 等等啊 那陈忠忠说 你都涂黑啊 到底怎么回事 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实在觉得 陈忠真的是 胡扯 因为我就是担任 疫苗调月小组召集人 所以我最清楚 当时的状况 当时怎么样 其实当时 陈忠忠的态度 他就是 要满 你就是看遮蔽的 要满 就什么都不看 那我们再一档 我就是给你这个 对 结果呢 好 我们看到的 原本以为是 依照商业机密 可能遮蔽一些 结果看来 三分之二都被涂黑遮蔽 这有什么意义 这不就是黑箱吗 这就是不愿意给大家看 所以即便如此 后来他们送来的文件 因为全部都是英文 英文的合约 结果就真的被我发现 他有签保密协议 叫做Mutual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我就看看 他有除外条款 也就是说 某些情况是 不受保密协议的限制 你必须要完整公开的 对 比如法院调院啊 政府机关 要求 或者是 只要遵守当地的法规 你要公开 你就必须公开 那基本上 我们立法院 都有相关的规定 而且要求你要公开 我们透过 相关法律规定 成立疫苗调业小组 要求你全部 公开透明 完整的提供 合约给国会 那就应该要提供 为什么支支吾吾 当场我有提出来 秘密会我提出来 有除外规定 你就应该完全提供 不应该涂黑 他就支支吾吾 等等 所以就是打死不愿意 给我给外界知道 他到底在怕什么 对啊 你到底在怕什么 而且 程中的说法 反反复复 反起反斗 全部都乱说了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被我们 国民党团发现 哇 原来 疫苗采购后 竟然要保密三十年 不让外界看 后来我们去了解 然后程中就说 没有 这不是保密 这是保存 这是依照行政文书处理守则 里面规定 对公务人员的约束等等 但是后来 他在大前天的一个受访 就说 哦我们 之所以会三十年 是因为根据 国家机密保护法 相关 及机密的等级 所以保存三十年 所以一下说 机密 然后又说不是 是保存 但现在又说是根据 机密保护法 所以三十年 反反复复 其实说不清楚嘛 所以到现在 他不敢回应 所以 其实很简单 你就赶快公布 既然保存 保存也是可以公开啊 全世界各国 日本美国 他们都将采购疫苗的过程 包括每一季多少钱 买了多少剂 到货的其成 都清清楚楚 让外界检视 台湾民间包括鸿海 慈祭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程中 你不愿意公开 你不敢公开 我觉得现在 程中就是跟 包括衛福部 行政机关 包括集合 民进党团 他们就是要 知首遮天 就是有恃无恐 我觉得这个是 最糟糕 最恶劣 台北市民看不懂吗 而且事实上 当时他当指挥官 对台北市也不好啊 对新北市也不好啊 对不对 台北市新北市最严重 说疫苗 我们平均分配 这什么话 就是完全是意识形态 政治考量 所以 我不知道赵阿哥 有没有看到前几天 阿扁总统有一个 这个影片 你踩着一万人的生命 而且当时他就是 你要选举 又要当委副部长 又要当指挥官 所以 没有一件做好嘛 占尽所有的资源跟便宜 对啊 那因为你要选举 所以你的思维就是 政治考量 所以在防疫过程 因为你掺杂这些政治因素 所以你才会 大家看到 对台北市这么不公平 我们看到 不管是疫苗分配 快篩是有分配 你让台北市民冒着风吹日晒 大排长龙 就为了要买快篩 其他国家 为什么他们可以让民众有充足的快篩 甚至非常便宜 甚至免费 我们却还要用 这样的方式 还抢不到 让台北市民情何以堪啊 这就是我们的指挥 这就是现在要落跑 来选台北市长 台北市民能够接受吗 当然不能嘛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 就疫苗 要封存30年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 最无法让人接受 30年 要等程中100岁 你才要解密 这什么道理 荒谬 荒谬 太荒谬了 那你在立法里那么久 那程中在卫副部长 当疫情指挥官 你觉得他这个人 到底怎样 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他就是完全都是 就是意识形态 跟政治考量 因为照理讲 卫福部就是牵涉民生的议题 医疗 卫生 健保 食品安全 包括 疫情来防疫 种种作为 这是攸关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 这是要完全抛弃党派 跟政治意识形态 但是我们看到 所有这些从防疫的作为 就是政治考量 就是政治意识形态 包括那时候小明的事情 包括整个防疫 这个隔离的天数 那时候你就是不让 从武汉的国人回来 却是你开放 让这些可能 疫情更严重的 欧美国家可以进来 等等非常不合理的情形 其实民众都看在眼里 包括刚刚谈到的疫苗分配 甚至我觉得让国人最无法接受的 整个疫苗 还有快菜式采购的过程 包括那时候快菜式计 你竟然让一个小时间高登 去标的16亿的这个标案 然后后来被外界发现 舆论踏法 然后就不了了之 但错失了整个防疫的黄金时间嘛 然后还包括 你一方面又阻挡民间的疫苗采购 然后转身变成高端的推销员 但是台北市打高端的比例只有4% 高端赚了很多钱 政府买他500万剂 就差不多将近四五十亿了 这还真是小钱 他因此他的那个股价 他的市值增加几百亿 股价上涨不讲 他的市值也增加几百亿 我政府能够这样子替一个民间公司 这样子来来护航 我也没见过 真的我就觉得后面都很奇怪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喔 其实真的背后隐藏非常非常多的 不可告人的事情 所以他才不敢公开嘛 一直到现在竟然要保存30年 对我觉得台北市民真的 我相信台北市民的 智慧啦 应该可以看得懂啦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好 一 dictator adv门 什么 你